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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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三十九天 二月十一日 這個內容 還在關在這個 鄉舊佛聘 這個鄉舊國的菩薩 要回去 要回去他們這個鄉舊國 但是請我們這個三部世界佛聖 就是鄉舊母女佛 留一些法義 佛音 佛音在那裡還在酸糧 所以他們這些內容 還會涉及這部分 還會涉及這部分 政府是說到 關無無生 日以生法 而乎一切 他們不會對這個關無無老 日不斷主老 他們不會對這個地方 這個 我們平常是有跟我們說老 那個就是無老 老就是說老實的意思 老實 那麼這個無老呢 煩惱叫做老 鄉舊無老就是斷獨煩惱 煩惱已經斷進了 這樣叫做無老 但是老 我怎麼可以叫做 歐佛 煩惱兩種的藥佛 佛的補金比較叫做老 但是清清興 便不會收穫 可是呢 牠沒失 這樣叫做無老 這就有兩種的差別 我们这个善压、欧压,做了这个叫做因,但是将来修够 这个叫做薄,但是薄的真,叫做老真,这就是说老实的意思 所以这个烦恼,我们叫做老,这个所得来用烦恼 那么烦恼就是老实,我们说老实,因为我们当中时 一般的反忽来试说明,有贪心七,那么贪就会做恶压,禽也做恶压 那么这个呢七,就是乞,乞,五,犬, önemli,这个叫做七,自己生自己对这个叫做七 那么这个贪心七,这个叫做三度,我们说到三度,所以有烦恼 因爲有淡親戚叫做剋 所以今天這個流行就說淡親戚不得了 還在看見到,淡親戚本來就是三套 三套還在做其中的套 就是三套言,臆口奇異夢言,兩套 臆口奇異夢言,兩套 剛才加起來叫做十套套 那麽頭前這個三套是心 這個叫做無表現出來的套 所以這三叫做未表套 但是三套言,臆口奇異夢言,兩套 那麽這七套叫做標套 但是這七套標套就是因爲有三種的未表套 影響出來 所以這樣加起來叫做十套套 但是為什麼說0,6,3套套呢 這個十套套,不就三千套 這個十套套,裡面就三套套 但是落在三套套有上品套 上品套一定落底下 中品套在幾套下品套在特性套 所以這個叫做2,3套套 這點要很注意 這點要很注意 憑你做不到,就影響到你未來的成果 未來力度中性的方法 一定要注意 所以比較穿為煩惱 煩惱呢,有煩惱 就有老了 就老了三套套 就是這點有貪親戚 有煩惱 有煩惱 還有臆套 記憶、夢言、榮誠 一定得到三套套 但是未必這樣,因為你有參會 還要快改變 這樣就變了 齁 在這裡人家說 理煩惱、過量 這樣叫做無量 為什麼說理煩惱、過量 因為我們中性如果是不幸 有哪會做煩惱 不幸也是會做亂套 但是相見中就是不幸中的十亂套 不過我們今天是做優勞的煩惱 這個有哪會不幸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有中性知道煩惱的這點是煩惱 所以他就在煩惱 那麼這點煩惱 有哪會叫煩惱 也叫做無視無明 因為他的重點是為到什麼 是為到未來的報 所以這點叫做煩惱 兩種的這點問題 都有關連到未來、老實、福報老實 這樣叫做優勞 所以未必要的人 他以為煩惱是健康的 但煩惱當然是比烏焱更好 這是屬性的事情 可是煩惱 他如果帶到一些判的事頌呢 那麼這個煩惱帶獄 他如果說在了報 或是在了名聲 這樣叫做煩惱帶獄 那麼這個叫做煩惱也叫做憤怒 這個要注意 為什麼烏焱帶獻心 這個在佛道的本性 裡面就有這段的記錄 他過去不知道幾歲 因為他做一個出嫁人 去照顧一間努貫臨 那努貫臨的 努貫臨 他照顧那間房間的隔壁 剛才有三個土匪 隔壁 隔壁是甚麼呢 隔壁是說 隔壁有五十幾個生理人 要對這裡來修 對這間隔壁來修 要在這個水裡面放毒藥 水放毒藥 要把毒死這五十幾個人 要把毒死這五十幾個人 還要把他的財產 所以當然這個時候 這個修行人 他是無靈威力 才好來改變 所以不得意 他生害死這三個人 就是不讓這三個人 害死五十幾個人 所以這就是 奧客中代賢 這個就是奧客中代賢 但是有一個人是 善中代奧 因為他高明叫有 他做賢是為到甚麼 為到命聲 那麼這個就沒問題了 所以這兩種都叫做優勞 所以說 他前世獨四這種人 當然他是甘願 甘願說我害死人落地得沒關係 但是不要讓這三人害死五十幾的人 所以這是惡中代憲 有的人是善中代惡 他為了名聲 為了吉他的心思 所以他就這樣做憲 那麼這個就是進步正常 所以這個文是正著過量 煩惱過量 因為煩惱就是他有賣客 所以他才來做賢輸 這樣是不對的 當然我們主義已經知道 善狩中代惡是正虐或正仙 這樣就叫做無勞 這個就是符合金公金 佛就說應有所主 應有保持 應有所主 理性 基性 甚至在善中三輪替空 這樣叫做無勞 因為這個符合到清淨的本性 所以這個叫做無勞 所以這個二國念 即清無勞 這樣 再來喔 入客宿地論 入客宿地論的 這個八十九罐有說這樣 說什麼呢 說自色 無色 自解所有一切 煩惱 全獨無勞 睡眠無勞 這個叫做什麼呢 主色 就是說有這個色象 這個色象包括什麼 包括色解以下 到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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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人間 因為人間有什麼肉解 所有的就是無色解 因為這個色解以下 他一定要修十千 還要修十千 還要修十千 那麼無色解 這個是修十千 還要修十千 肉解只有修十千 修解 修十千 那麼色解更加修十千 所以這兩次喔 上面包括 這個算起來 叫做善道裡面 善道喔 善道喔 他所做的慷慨 都總是熟地煩惱 優勞這樣 喔 這是在水面這樣 譬如說我們今天 收視線量 還要加一個定量 定量就是一般的餐廳 但是這個餐廳 是無水準的餐廳 所以比較叫做優勞賢 齁 這個是家說這樣喔 但是今天這個 如果你要修圖 色解跟無色解 他在裡面說 圍徒無明 無明是什麼呢 就是無色 無色跟無色無主 這個就是金公經 家說那個應無所主 有無明所受的 這樣可以跟他講 說這個比較叫做無勞 這樣 他們的受無勞 才可以實在解決 受優勞 無論你做多少仙 那麼這個 我們將來在這個仙道裡面 不過仙道如果是真 不真的 就在對落 所以這個比較叫做優勞 為有清淨行 這樣比較叫做無勞 白白的受丁 譬如說有的人一般不賣 七丁 五丁 三丁 八道 三 這些都屬於優勞 為優 落破到未中的這個正行的三丁 還要轉一帝 這樣比較叫無勞 這就有很多差別 所以呢 為什麼菩薩可以觀教無勞 而不斷主勞 那麼這句本文是怎樣 我剛才說的就是 這個無勞 當然是一個改團 那如果有勞 就沒有改團 但是這個 菩薩行者 他知道什麼叫做優勞 什麼叫做無勞 但是他沒有要轉一些勞 沒有這個勞 勞跟無勞就最重點 但是勞 就是反復 那麼無勞就出生 但是為什麼 他沒有要轉租勞 沒有要轉掉一切 一切優勞的這個線路 還是說定優勞 因為 轉租優勞 就如儀性的性格 如果今天 我們學活的人 趕快轉一切 賣幸 無勞 都在轉一切 當然無勞 如果轉一切 就沒有生死的輪迴嘛 這個才十二元起來 這是該說的 好 那麼這個二生性的 或是說優勞 和阿羅漢 他本身就是 已經轉一切勞 就是轉一切 善王兩種的勞 善化內式的一切政治 優勞的政治 善王兩種的政治 善王兩種的政治 這樣他等了 結局解決 因為他沒有問題 還有 結局沒有 當然他就沒有輪迴 結局可以解決 好 那麼呢 今天 如果是轉一切 就是二生的性人 所以他知道 生死正在善 所以他結局斷 這樣 斷主優勞 但是二生的性人 就沒有斷 但是菩薩行者 他不需要斷 為什麼不需要斷 因為菩薩行者 就要修持 功臺菩薩道 他繼續要留一些頂三色 留一些無名 甘願 留色 輪迴 因為有色 就他再來出事 這樣 這個叫做輪迴 我們了解齁 如果已經斷親 就不會再出事 就沒有來力道了 但是已經 如果要留下 他就自然會再輪迴 所以這個叫做輪迴 因為有精氣 就有自然生死 所以他在這個生死中 跟完生生死死來保重生 所以這部位叫做 不斷主優勞 他就是可以解脫 他不解脫 但是不解脫 他一定要留一些頂三色 可以再自然在這個生死 裡面的這個環境 所以這個這段位 精調代書 他比較說這樣 煩主無勞 無無為動 替主無上 該無為行 他說這個無勞 一切無勞 就是定義無為 那麼無為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如來心的無上 就是悲空的體性 那麼這個也叫做無勞 也叫做無為 但是今天去買可以 奪 Ident者 為人們這種水準 那麼當然 他要做無為行 就是一般的環弘 所作就是有為 但是出生生的人 應該是做無為 因為無為就是無勞 就是無勞 不是參生福保人 就是羽恐統體 這句話實在這樣說 不過今天這個菩薩德 他雖然可以了解 他檢察這個現 他可以現出無勞出來 現出無勞說 他所有的現 和這個虛空董體 和虛空董性 日無比無勞 就是說他所有的可以現無勞 不過他所有的和無勞董 但是當勞優子 他所做的工作 原來原來做優勞的 他知道一切發的虛空性是無勞 他應該怎麼做無勞 他都不不不不 因為這些是情情 是應無所主 他都不不 可是他無愛 他做的工作 都原來做優勞的 日無勞動 日無比動勞 做的工作 都是優勞的工種 那優勞的工種呢 就是在這個人間不斷的度重性 所以當勞 譬如說和這個勞 優勞的工種 應該是無勞 但是他一定要做優勞了 為什麼要做優勞 他說優勞的工作有兩種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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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勞入生死 就是他感染在這個力度裡面 人間 那就是幾度天上 入這個生死 力度潤化的環境中 但是十二斷勞 真 這是一種 就是說 反覆 他所做的優勞行為 永遠在生死中 那麼這就說 還不斷勞 這句話是成功的 那麼第二 就是譬如我跟他說 他已經很勞 就是說那個勞已經很勞 不過呢 他調整現 現那個什麼 不斷了 不斷了 不斷是說什麼 他繼續做優勞 但是他的心已經很不勞 好是他品質出來 都說優勞 優勞就說這個度重性的感受 所以這兩種 其中就反覆 所有者的性格優勞 第二 就是說 性格已經斷勞 但是他沒有做優勞的工作 那麼現在這句話 第二端比較是 現這句本文 就是說 萬無無勞 二不斷勞 第二句話 頭前這句 這個優勞的頭前這句 就是說 生死中的輪迴眾生 他沒有斷勞 所以所有的工作都有優勞 那麼這個第二句 就說已經斷勞了 齁 可是呢 他感官 現那個不斷了 這樣 因為怎麼比較現不斷 因為他現不斷 因為他現不斷 可以在這個六度中 出生在四度重性 這個內容是 這樣說明 那麼第二 我們再來看 官無所行 日以行法 告發重性 那麼這句無所行 是什麼 這樣現在就先了解 這個無所行 就是下面這句 這句 叫做主性清靜心 這樣 無所行 是這樣 所以這個所在第一句 就跟我們說 極地發動 所以無所行 就是這個主性清靜心 喔 就是主本心 為主性清靜心 這樣 這是一個極地發 就是說 雙性法 就是極地發 那麽 優位的 叫做優所行 無位 叫做無所行 無位 叫做無所行 所以叫做主性清靜心 所以有另外一個明星 叫做發生必健康 這樣 這句發生必健康 這句是出的法驗經 裡面 主發原性 原性的東西必健康 喔 所以這個法驗經 我們還說這樣喔 心腹眾生三無差別 是什麼三無差別 就是這個無所行 的主性清靜心 所以這裏有說 生人病不太多 反乎病不太強 喔 再一句 不會的眾生病不太少 病不太低 但是已經出生的生人 他病不太多 也病不太高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眾生動體性的發生 這句無所行 就是發生的地名 喔 所以反乎不減 六祖大經不太高 六祖大經不太高 六祖大經非靈大師說這樣 主性本主清清 主性本無性戀 那就是骨子裡 所以就點點點這樣 那麼這幾句我一直在說的 就是非靈大師 在這個五座風景祖書的閃營裡面 這個情報裡面 兩個用這個金光景印情之後 輝靈發自內心出來 主性本來就古著一些功德 所以這個主性本來沒什麼 所以 以前講的陰力這幾段 這個法規就去說明我們的主性 不是收得比較得到 不是收得比較有清淨 所以叫做無所形 不是因為收得比較低 沒有收就沒有收 不是收得比較清淨 沒有收就沒有清淨 如果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明明叫我們收 才會再說這樣 這樣我們就會懷疑對不對 會懷疑這是真正的 但是漸出形 跟極地形極地的倒不一樣 漸出形就是因為中生夢別 你沒有企圖 一切夢別 它還不可以 但是我們中生的這個主本性 反乎跟性人同一體性 它本來就清淨公明 不然我們反乎是不會 是夢別 但是反乎的主性清淨心 雖然忘別 但是那個主性清淨心 它本在沒有變質 那個主性清淨心 本在清淨 但是這個問題還出在哪裡 這個文字還要再說明一個比較清楚 這個文字還要再說明一個比較清楚 如賴中 為將生共有的體性 齁 如賴中 但反乎所中的 就是淡親世的一切結識 所以這個文字叫做如賴中 但是性人所中的呢 就是三明數在五眼六通 這樣實在就是這裡 我們反乎所中的 是這麼結識的就忘記 這樣 那像那個 太陽 那樣黑粉 大條 這種的情形 但是由此的結識 跟變現散 六度中的國中輪迴的 生死的這個政保體 我們今天這個 六度中生 是它有這些東西變出來的這個政保體 齁 跟儀佈的環境 儀佈透 譬如說我們今天人道裡面 共有的 就是這個地球叫我們生存 這個叫做儀佈透 但儀佈透呢 不是只有台灣而已 也不是只有我們中國 因為有 世界現在有 一百七十幾國 一百七十幾國 這個叫做儀佈透 但是儀佈透 這個就是 有哪個眾生 因為那個世界 的這個 眾生所變出來的 這種強硬透 但是我們今天怎麼變現 在這個台灣哪裡 這個就是我們的 生存的空間 這個強硬不透 可是虽然是強硬 不過這個眾生 它又不一樣 因為眾生不一樣 就是國人的生死不一樣 福報不一樣 身體的健康不一樣 身體的健康不一樣 齁 這就是我們的政保體 那麼這些東西 是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 夾食的 假現象 假現象 夾食這兩項 就是夾食的 假現象 一級的生物 就是有這個東西 變出來 所以什麼時候要生 什麼時候要生 什麼時候要死 這個就是有一個叫做 名 名就是夾食的 就是夾食的 文是這個夾食 但是什麼叫做文 文就是一生 一生的這種事 一生的這種事 年年月月 各種的環境變化 這個叫做文 所以叫做文度 文度 但是文度 是附帶在生命人 所以叫做名 文 這個國人的別佈是這樣的 但是這個別佈 有生的變形 這個別佈 跟這個余佈 有國中不一樣的生 變 變形 什麼人 比如說今天這個生命 水前是叫做幻生 這個一定要知道 學復的人對這個基本的金本佛教 你如果完全都不知道 那麼你絕對沒有嫁受傷 所以成功是嫁 但是嫁會對哪裡來 對這個出來 對我們人的夾食變出來 但夾食的一支生命 生到變有國中的變化 這個變的就是叫做文 那麼生別 生到別這個叫做名 但是國人的生命不一樣 時間不一樣 齁 不過呢 還有一個問題 有別佈跟強佈 這樣 這一點要了解 這是無謂的事情 所以今天這個安裝由 給這個強佈中 這個生命變 因為安裝由自己 本身可以變 這個一定要知道 這個元氣成功的 就是知道這些東西 研究成功成功 有這個脅飾 這個脅飾 這個脅飾變出 就是這個假現象 假現象的生命 但是總是今天 在收穫的過程中 最後 最後齁 你如果可以參會 就沒有這個問題發生 所以這個就是 強佈中 給參選別佈 強佈中 最後齁 譬如說 譬如說 那頂飛機的事情齁 這個就是強佈 但是有哪兒的貪行 做別佈 譬如說 這頂人如果 如果有人 受興 學法 那頂參會 他就可能不會這樣 那如果 如果沒有威力 因為 入獎沒有參選別佈 不行了 因為參會 就在選別嘛 這是普言菩薩說的 但是如果是沒有參會 當然 他雖然有在收 但是他就 徹底不了解 那個 嚴重要消毒 的這個 基本 內容 那麼他就不可能變 他如果是有徹底參會 會變 沒有參會 不會變 所以這個 就強嚴重 強佈中 讓他參選別佈 雖然是假現象 這樣來講 好事 總是大家 完了 更輕鬆 那種更好 不要有這種 厚文 割的 因為這樣死 不是這樣就死了 例如說 那個灰燒中間 剛才有灰燒的 第一次 就要去割 那頂冷石 就要去割 不然這樣 陰粉就回去 不太簡單 哪有這麼簡單 所以今天 學法的人 雖然這個生命 要說 換生換生 不過我們今天 有割這個生命 進修的 你了解嗎 沒有這個生命 來聽見聞法 沒有來流行 就說 問灰 輸灰 收灰 只要到這個 改定灰的 骨灼 將來改團 沒有這個生命 要怎麼修 但是這個生命 要修 有哪個好過節 比較好修 難過節也難修 只是人家 靠 天 環境 你怎麼修 很難修 有的人 會勒子 還沒有 但是如果 骨灰抗中 我們不可能修 這是真正 為什麼骨灰抗 就是他們的脅力 但是 所以普遍普遍 跟我們說 參渡骨灼 骨灼 如果參渡 就沒有骨灼 他們的骨灼 是包括什麼 包括骨灼 跟骨灼 那麼 這兩種灼 如果可以消滅 那麼這個骨灼 就沒有 雖命 雖然是骨灼 不過要照這個骨灼 來修 沒有也沒有 當修 所以現在要跟我們說 今天是怎樣 有這個生命變 就是我們高人 夾生 變出來 但是有時候怎麼變 有的人 生到別的中間 已經有一個 一級的心心 可行的原因 他突變 怎麼突變 譬如說 如果今天這個生命 你做不到 會補免就變 長做不到 今天就變 你了解 要了解 這個變很快 有時候長做一些選擇 今天也變 了解 所以這個就是前世 前世說 前前那段時間 會叫做前世 一個前前做 但是一個前後 有希望 手夾就有希望 你不要手夾 就沒有這個骨灼 但是你如果去唱 叫做這個骨灼 這個叫做 這個變 隨 隨時走 隨時變 你知道嗎 所以真的不行 但是如果一個人 他本來妙恩是 但是傅前鑑 做一個選擇也變 所以這個選擇 都會有各種的變異 不過這是雞性 你知道嗎 這是六度淪迴 中有這個選擇 兩種的胳膊 雞性 這個雞性 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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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最後 讓他比較單純 我們也比較開玩 要單純就要參會 參會 這個業績 這個基本因素 這個會變 變化了 我們就 事實說 一心 和心情 競爭過 中國是這樣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一定要叫好 決定不能說 造財 優老的國中 攀這事 齁 這就是要注意這點 但是這個地方 是跟我們說這樣 齁 這個菩薩行者 為了要輸給眾生 可以認定這個無所行 在這個修學中 他不就沒有人可以擔 但是 這裡有些幾個基人在擔 這個擔 這個擔 這個擔是 擔什麼 擔無所行 擔無所行 就是那個無所敵 你知道嗎 不是因為 受到有敵 沒有受到沒有敵 可是 中生 那個無所敵 就是那個入來中 這個就是 統一體性的東西 要注意這點 反覆是妨貝 但是反覆沒有精華 它還不行 你如果有精華 這個叫做 組織的三明素 在五眼力痛 這個文字叫做入來中 但是今天 我們一定要先瞭解 自生生情心 這個就是 依經 佛崩壁 所以我們今天比較有禄斗倫迴 但是這個禄斗倫迴 就是雞相 就是夾式的雞相 那個叫做夾式相分 跟變出來這個優相的相分 這不是要跟我們 溜溜溜 我們還要讓我們有印象 因為這個就叫做紋溜溜溜 就紋溜溜溜 所以越來越前 我們這個修是修什麼 用到那個入來中 不用修 對 好 入來中不用修 因為入來中 就是主性清淨心的 但是修 在反覆為我們要修 就是要修改一切夾式 所以入來中 不是修改不修改不修改 因為那個就是無所行 好 平壹就是無所行 所以這個心經說 他無所行 過 破體殺到 嘛 這個不是修有 沒有修得不 所以我剛才說 性淨不比較高 反覆不比較低 可是反覆 今天這畢竟是反覆 那些什麼 我們畢竟是反覆 就是夾式的方法 變成反覆心出來 這個又沒有正義又不可以 所以菩薩可以灌成反覆心 別人說主性清淨心 所以這個叫做 灌無所行 但是無所行 就沒有幾人可以知道 這句說基人在前 幾人可以正在無所行 這個就是正在無所行的菩薩 他本身為了 要讓眾生當在主心 就是正義要讓眾生 各個開五 這個無所行的 主性清淨心 所以他一切佛法 來告發眾生 所以會記住 就要緊固佛法 來告發眾生 它叫做菩薩德 你來做這句話 那是他所說的 他所發展的 團體 和他所說的話 沒有關聯到這個 讓眾生清淨的 甚至他所說的 沒有跟佛法相關 那麼這個 他再說到天花亂對 跟眾生受限也無對 他本身說的也無對 又叫眾生解脫也無對 為什麼因為不如反 所以我們有跟我們說過 所有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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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者的法 要如理 就是親情佛法說的法 這樣叫做如理 但是如果不如理 他再說十年、二十年 他團體會發展到五大 這個有哪十五種生 要很注意這點 因為宣犯 含佛法是雙數 但是宣犯 不是佛法的基本法 你來注意這點 菩薩就是有附帶宣犯 但是一般的宣犯是優勞法 但是菩薩就是清淨犯 他在做到這種的考驗 因為他一定要認同 但是這種一定要如法如理 對 對 好 要如法如理 但是還有一種文法者 聽見的人 譬如說我今天用這個 這就叫為無極競 怎麼說明 那麼文法的人 譬如說今天我站在 立場 我們注意的是 站在聽法 但是今天文法之後 你們要如釋 這不是要把我們提醒 你們如果是沒有如釋 那麼 自衛你聽過也沒有什麼作用 沒有作用 因為聽到聽到 只有一些伏法提醒而已 一定要如釋 如釋是什麼 就是如釋受傷 但是再把自衛提醒 很多人去受傷 我相信有的自衛 你還沒到這些的進程 你也去受傷 但是你們要了解 你們去受什麼傷 過期受什麼傷 那現在為無極競 跟我們說的是 應該受什麼傷 不可以再自衛 過期你那個 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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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再營掉了 原來真正這樣 這樣你來這裡聽也沒什麼意思 因為為無極競 那你不可以再聽 那你用你本來的自衛 要來自衛為無極競 的基本發言 有些受傷很多 才會沒有受傷人 可是他們懂不懂 你們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一千年去做 所以這個就是 思法非法 他們創作的 思懂非懂 心情抹 但是沒有不抹 但是今天你如果 如果沒有選擇 大聲警告 你怎麼又拿出他們 心情抹 但是不是正抹 你們不懂 就是 創刀的人 跟領刀的人 其實也不懂 但沒有很多人 沒有選擇 所以這點一定要注意 要注意 入室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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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要做什麼 當然這個在 鼻地相受的方便 在裡面有受傷 齁 你如果沒有受傷 你怎麼受傷 沒有受傷 你去受什麼傷 我一定知道 所以沒有受傷 受傷 受五 還在五種傷 但是你如果今天 可以入室受傷 但是你如果今天可以入室受傷 齁 鼻地相悔 相悔 悔悔 運作 兩項的運作 告別 一定要這樣齁 齁 齁 這不是幫我們拿算 這叫入來實體 就是那個空 你無性法 但是你要做無性法 這是我們的究竟 你如果沒有做無性法 你這個菩薩 特別又發亮 要跟他講 但是你不可能 齁 不過你今天 你如果沒有受傷 你沒有受傷 你沒有受傷 你哪有可能 正如來的實相 不可能 我們的重要是怎樣 所以這個三種的靠 好就說 開悟受傷 我們這個十多菩薩 這就是做無性法 這是我們今天要走的一個第一步 要一起吃 這樣 這樣來 你就可以再講 道無量重生 因為你刷的法 就不背入來的法 不背這個如來 齁 不來不去 不生不變 無故無情 優如悠空的體質 到未來這樣 這是我們的重點 齁 所以第一 一定要有儒實地 儒失的理 儒失的法 要儒失受傷 不是說 青菜修理就要生什麼 今天我又聽了一個法師說的 說 有各人 沒有感情很好 好 我聽著就說 齁 他說青菜的法律角 就是 老母 沒有感情要很好 家庭的感情要很好 這是沒有辦法 用人間法 來講 但是不能用這個 拋下去 用這個拋下去 不行 因為 我們人 如果對這個 扶植感情很好 我會喝苦海 那感情不開 就我會喝苦海 怎麼可以用拋下去 所以你今天 用人間的鋪體來 營也沒問題 人生佛教 就是你本身 要有本拋 然後 你 要生死中 渡中生 但是你本身 要有主本拋 渡中生 就是說你本身 在渡中生 可以在渡 這個叫做人生佛教 所以不能獲得上 所以不能獲得上 所以 今天你本身 沒有責費 你不能解決 你要再奪 化中生 等到淡摩中生 獲得上 犯門 等到海中生 你本身的責責 也不能提升 因為境界現前 那一件現前 我告訴你 你發財就知道 財到盡盤 就變成了 所以這點請 所以 要信用主意 信用主意 這個 所以 菩薩 菩薩 為特別 俗佛中生 當地初心 不得不依 一切佛 來教法中生 但是一定要依佛法 不是依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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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心如理 如法的見 所以 政教台書說這樣 發生不驚 何所受刑 隨地無刑 二教 必於行者 二教 必於行者 譬如說 這個發生本來不必行 不必修了 這句叫做不必修 發生的基本性 所以不必修 但是不必修 其實不必修 其實不必修 其實我們凡夫的立場 我們這個三平修 的 骨灼一切公的發生 已經 崩壁 所以 我們的如來中 不能法令公代 佛尊 佛尊 的如來中 不能法令公代 佛尊 就是佛尊 自從崩壁 已經棄進 我們凡夫沒有了 但是不過這個菩薩行 這個一時 知道那個發生 不是修得 沒有修得 沒有修得 不過他有哪些 教眾生 要照樣去修行 所以 他必修行 你若是沒有教眾生 修行 不過要夾食 地雷的 我們眾生 永遠融合生死 這樣你教神 要怎麼改變 那就是那個如來中 的公明 他現用不可以 所以那個如來中 另外一個明清 叫做公明中 我們知道嗎 不過我們眾生 的公明中 收到黑魂 大條 所以那個公明 發明不出來 所以修 是要修什麼 修 要修 修 讓我們人的地背色 進行經濟 所以任何一個修行人 不論他要修 還是他要教人修 這會記得 一定要教眾生 如何進化心得 不是親切 說我辦這事情 就是要進化人心 你一定要了解 眾生 倫序 基本意識 到這幾個字 就是修行 但是修行 如何進化 這個一定要說出來 這個叫做如理 你如果說不出來 親切跟人家說一說 不可以 親切說 了解嗎 人家說一些 善法就是 善法 不是 善法是優勞的 當然善法是比 歐法更好 這是不對 但是 你必須要提醒 這個人 有一個人 隨身負合理 你還要跟人家交用 這樣是不是 善法是 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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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政法有一樣嗎? 因為那些政法就是什麼? 印度中心的一個疑 法疑 看我這樣說有得到 但是你們最後自己要穿進去研究 你今天說我出解這樣對不對? 但是你們可以看政毛法術出解 看原培法術出解 來看看 來看政條和求毛的時候怎麼出解 聽到沒有? 那些政法就是這樣 如果這樣就可以了 你也是隨身符合 不然就是這個我出解的 不一樣 因為我最重要的 我先用名称把水打破 讓你們過去名称不賣的 我告訴你們清楚 既然比較講述這個技術 那麽一般是差不多不需要這樣 主毛法術和原培法術 它是不需要這樣做 它是教義去改這樣而已 那如果我本身的 我強行沒有他們的水準 所以我強行改不對 所以我比較用這個什麼? 其他這個相關的經教來說明 那麽我比較不賺這個水果 比較不賺水 讓主意更可以實質路行 人生的這個復教 因為人生復教就是 大佛提德的這個大神菩薩法 齁 但是大神菩薩法呢 這個原因就是在人間度中心 讓人間度中心的這個心態徹底的政法 而社會政法 主張這個人間變成清淨國土 但是清淨國土就必定要對人心性政法 所以請主意相信 相信什麼?相信我先講的話 如果不相信你再三、再輸 但是其實不可以 不是他就尊敬這種環境 而這種的這個又是鋼狀 都是種人要解脫 但是這種的鋼狀 你們繼續做這四人 做人的來勢 隔壁 你們要再對下去 不知道嗎? 你了解嗎? 沒有要再對下去 要再走對下去 齁 那麼這個就是 就是說 嗯 佛殺行者 他知道說一切不興 可是他 一定要教眾生行事 這樣 但是行事必定要入法 齁 齁 所以不敢說發生 不是做夾來的 齁 不是做夾來的 當然是不受興 不過我們就要修啊 修是修什麼 不是修發生 就是修夾式給他清清 好 每日順頭休息十分鐘 齁齁